刚刚有位这位茶友问今年的新茶什么时候上 我借这个话题要双边录制一下视频 最近快上新茶了 我按时间上来说吧 咱们不说1月份开始 就按3月份开始 3月底4月初这时候的新茶 比如说有绿茶 4月初的时候各大绿茶都已经新鲜上市了 然后到5月初的时候 这时候红茶新茶已经上市了 但是5月初还有一个茶叫乌龙茶 福建的这个张萍水仙 福建的白亚奇兰 福建的各大乌龙茶 包括铁观音 铁观音也有分两季 一个是5月1号 一个是10月1号 如果我什么遗漏的 大家帮我补充一下 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一下 6月到7月的时候 这个也有款乌龙茶 叫做东方美人乌龙茶 6 7月的时候 台湾省的这个乌龙茶 也是6 7月份生产 因为台湾那边的海拔会比较 台湾省的这个生产茶业的产区 海拔山头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会推迟我们福建的乌龙茶 要晚一个月左右 然后到了7 8月份 这个时候生产什么茶呢 生产我们不管是福建的 还是广西的 就中国的茉莉花茶 茉莉花开的时候 三福田茉莉花开的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茉莉花茶原料 茉莉花茶用的原料是绿茶 跟茉莉花相加在一起做的茶叶 这个叫茉莉花茶 它属于二次加工茶 那不像红茶一次就加工好了 或者绿茶一次就加工好了 刚一路忘记了 白茶也是4月初的时候做的 4月1号或者是4月初的时候开始做的 跟绿茶时间是一样 10月的时候又到一个乌龙茶 春水秋香 铁观音是春水 指的是春天的 5月份的铁观音 就是春天的铁观音 水比较好 那秋香指的是高香的铁观音 也就是10月份的铁观音 盐茶是一边卖一边备火 一边卖一边备火 然后到中秋的时候再备火备一次 也就10月份左右 其实第二次备火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喝了 但是有些觉得7月份的火可能太低了 喜欢火高一点 火足一点水更好一点 那就到中秋的时候 也就10月份的这时候的水会更好喝 12月份有什么茶 12月份快过年了 其实没有什么新茶上市了 到了来年的2月份3月份 其实这时候的盐茶也就乌龙茶 我刚刚说的 它还要备一次火 这时候的火会偏高一点 通俗意义上来讲 就碳火会偏重一点 如果喜欢高火的 喜欢这种烛火的 可以在来年的2、3月份 可以尝试一下购买一下 这种2、3月的这种碳被工艺的 这种盐茶 大部分茶也其实都在4、5月份制作 然后小部分的在什么6、7月 或者是茉莉花茶 8、9月、10月 还有铁观音、乌龙茶这一类的 都在10月做 其实大部分的茶也 中国大部分茶也都在4、5月 集中在4、5月